大家好,我叫祥安,我来自越南 我的第一位中国老师告诉我 学习一种新语言就像打开一扇通往新军队的墙后 托马斯尔王爱迪生也说 天才就是99%的努力加上1%的灵感 所以要学习一种新语言 要截起全力 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中文的故事 开始吧 我童年时接触到了很多与中国有关的东西 如电影、家具用品、零食等 那时候我常听妈妈说 说曹操、曹操道 当时我不清楚曹操指的是谁 我在荣村度过了结果的童年 虽然中国文化早已渗透到我每个人的生活之中 但对我来说 学习中文是一件堪似不可能的事情 部分原因是我家乡学汉语的情况 不如学日语或者韩语那么普遍 读高中的时候学校为有出国留学愿望的同学 开始了中文课 因为自我旁听中文老师教中文 一切就被汉语的音调所吸引了 但因为要面临高中压力太大 此外汉字太难也让我没有勇敢 迈出学习汉语的那一步 上大学时我选的专业与中文无关 我坚持时也遇到过很多在河内生活和工作的华人 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这个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之一 学习中文最难学的可能是声音和汉字 学了两个多月我就跟中国人聊天 但他们说我的中文比较奇怪 听不懂我说什么 当时我心里很辛苦 想要放弃了 因为我学了两个多月了 但我说的话别人听不懂 当时我追随自己内心学习中文 还是继续学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之间留意不定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改变我人生的机会出现了 2020年的夏天 我无意中看了一部叫 《只有我单纯等小美好的》的电影 看完电影 我深深的后悔高中时 没有勇敢的追求自己的激情 我立即决定转专业 2020年的秋天 我开始战争意义上学习中文 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师是陶老师 他在北京语言大学度过文科 硕士和博士 陶老师激励了我 是我为直接梦想而奋斗的榜样 为节课他总是将他个人文化经验融入到课程中 使课程更新于我们 读完一年级 我开始参加中国大学的短期课程 如东夏林营 汉语桥等 最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2023年疫情过去 请我亲身接受中华本土文化的熏陶 实现到中国留学的梦想 谢谢大家已经关注我